各队虎视丹丹准备封抢。自由市场离博值最高的先发5人。 2018年自由市场游乐部Longy Ames领先主演,接着还有Coin Dolant Carispo,或者可以考虑Coin Capital Demarcus Cousins。 若是预算有限的买家可能无法挑选上述的人选,该如何找到无超所值的便宜球员呢?以下我们依据传统位置选出5名球员,并透过Player's Core找出惊吓最实惠的自由球员。 我们运用4大数据,包含NBA,Messet,PyToto,Points,Edits,Nihon,Mefit,Hongens,R以及WinShares,WES。 以上数据让我们进一步探讨球员的效率与总和间的关联性,并且融入每回合的效率产值与偏好进攻形态进行分析。 同时找出哪些人可以带给球队更多胜利,为了将数据标准化,采用统计学的标准分数C's Core,得出我们的Player's Core。 文章内球员后面括弧内的就是套入公式计算而来的Player's Core。 以下5名球员,在联盟都拥有正面的评价,就如前文所说,我们不会挑选名声显赫,你早就认识的明星球员,而是将焦点着重于立业球员。 他们相对来说便于功能性,却也不输给千万合约的明星,修赛即能够抢下这些钻石,将有助于球队提升战力,甚至成为长期的未来核心。 24岁,受限制自由球员。 2017-18赛季,8.6分,2.4篮板,3.2助攻,0.9超解,0.3火锅。 Player's Core 3.2 同位置得分最高球员Crisco 50.32 同位置,其余5名分数排名。 Player's Token 0.92,Shay by Snapeer 0.87,Yogu,Efero 0.67,Rage,Enrond 0.34,Alfred Payton 0.32。 尽管原位力在今年季后赛宝受伤并困扰,且找不到投篮准心,但千万不要因为短期赛事而放弃关注这名球员,考量价位于战力,他可能是今年控球市场上最优质的选择。 倘若Crisco 如玉器回到火箭,那控球人才很快就会干扑了。 Rage,Enrond 0.32,Alfred Payton,Shay by Snapeer都有各自吸引人的长处与球风,适合不同需求的队伍。 心脏比较大科的总管,可以读读看小刺客ICI Summers,看他是否能在新赛季游所反弹。 但Wix 都疼不会有太多队伍青睐,数据样本数太少,要站稳NBA还需要长期的培养。 Wix 是今年市场上最实惠的选择。 24岁,选秀会尚未能被青睐,从谷底开始爬起的Wix 今年成为暴龙板凳的关键灵魂。 游走于1、2号位置,6尺的身材限制并没有使防守成为漏洞,进攻威胁与灵活性是他最强力的武器,且重要的是,Wian Willit很少做出错误的判断。 暴龙本赛季的总教练段凯西在关键时刻非常仰赖Wian Willit,时常让他与明星双位Kairolori D.Mardy Rosson一起上场,尽管经验声色,但Wian Willit所做的决策都备受信任。 这名替不指挥官知道如何无球进攻,不会冒险进行毒博士抄解,是稳定的中枢大脑,也是一流的辅助球员。 Wian Willit于关键时刻,Clutch的净胜值高达4.2,唯有Ogairolori B.E.9.7,和Larenso B.A.166.7,比他还要优异,但考虑到上场时间,Wian Willit有97分钟,I Nuna B.只有31分钟,B.A.更只有完全无法参考的一分钟。 这名年轻的替补控球,无疑是暴龙关键时刻最扬赖的球员之一。 26岁,完全自由球员。 2017-18赛季,10.8分,3.3篮板,1.6助攻,0.4超解,0.3火锅。 Polayers Core 105。 同位置得分最高球员T.Rickewellens 4.34。 同位置其余5名分数排名。 纽尔巴尔腾3.77,Kentiniers Core 12.93,G.A.G.A.Ridicke 2.78,Win E.Linton,1.18,Danny Green 0.92。 布鲁克林失败的赛季掩盖了G.L. Harris所获得媒体的主物,但无法掩藏26岁顶射手才华。 Harris已经迅速成为联盟最致命的射手之一,不管从命中率或是进阶数据来看,Harris毫无疑问是明智的网络的好手。 从最简单的投篮命中率开始,投篮命中率49.1%,三分线命中率41.9%,罚球命中率82.7%,换算成真实投篮命中率则高达63.4%。 只有12名球员真实投篮命中率更高,这些名字你肯定非常熟悉,但我们先撇除景区球员,Kyle Corwin-Dullen是排名中为2的封线成员。 同时,联盟包含Harris在内只有6名球员能达成真实投篮命中率63%,平均得分10分。 有Dullen,Corello Anthony Towns,Montrazo Hero Dienger,Juarden,Kain Kepel去年赛季该数据俱乐部的成员也只有Corewell,Kepel,Dullen,Juarden,Rudy Gerbert,Nikola Jioke等6人。 单就三分线命中率,Harris超过4成的准度让人印象深刻,前每场比赛出手4.6次,质量非常纯 同样的出手次数与准度,今年只有Steven,Credit,Bodyhield,Geo Ingles,GA,GARID等球员能办到,在明星赛后,Harris将投篮三维身滑倒,54.3-47.8-88.2 也许有不少队伍会希望Harris能够积极切入到禁区,或是有更好的防守,但这些都非正确的使用手则,让他埋伏于三分线,尽情看外线,你绝对能获得丰厚的回报,考虑到他的市场行情,不需要太昂贵的代价,就可以带佐罗 24岁,出现着自由球员 2017-18赛季,7.9分,5.4篮板,2.7助攻,1.6超解,0.8火锅 Player's Core 5.36 同位置得分最高球员,勒布浪举Aims,17.27 同位置其余5名分数排名 Quainduan 10.14破,5Ger,7.63,Traveler,Aris,3.2,Ger,Miglanty,1.32,Rudy,1.11 话先说在前头,Kyle Anderson并不完美 诡异的慢节奏小前锋,却可以用阿博士的进攻脚步创造机会埋伏于外围的三分线,甚至是绝妙的传球角度 总体而言,Anderson真的是一名独特的存在 今年赛季对于马次的重要性显露无疑,特别是在进攻端所拥有的技巧非常全面,该如何使用考验教练的智慧 Anderson本季三分命中率从去年的37.5%下滑至33.3%,但这不影响我们对于他的评价,靠着有所增长的中距离进攻以及紧趋技巧,Anderson补上命中率下滑的缺憾 大型控球的视野与传球,是Anderson最具价值的地方,但当他被迫进行无球进攻,表现并没有想象中出色,然而防守端借由身材与高IQ带来的帮助,也不容忽视 受长的臂展与对于球的敏锐度,Anderson相当善于切断对方的传球路线,并且能追赶速度比自己快的进攻者,身材得以任意换防,在防守端有许多数据能显示他的价值 Anderson与德尔特曼瑞一起上场时,马斯在篮板率与防守正负值上都有出色的数据,两人分别是联盟防守正负值第10,16名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,Anderson是民队攻守都有帮助的好手 24岁,受限制自由球员 2017-18赛季,11分,4篮板,1助攻,0.5超姐,0.7火锅 Player's Core 3.59 同位置得分最高球员Derek Favors 501 同位置其余5名分数排名 赛季 Gar 是的,我们动了一点手脚 Hero主要都是以中锋位置上场 根据Basketball Reference数据显示 只有32%的上场时间是作为四号位置 不管怎样 我们现在说的是一名六尺八寸 可以打两个位置年轻长人 身高让Hero能扮演的角色有所限制 但许多球队都在想办法从快停手中偷走这名优异的球员 明星赛后Hero平均达14.6分4.3篮板1.4助攻0.5超杰0.6货锅 投篮命中率有65.8% 且最重要的是当他在场上每100次进攻快停可以取得2.3分的领先 被放在板凳上球队的净胜分是-5.5分 显见对于战局的影响力 感谢观看